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引发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 那么作为唯一主动发掘的明朝帝王陵墓 定灵之中尘封了哪些历史谜团 百年之后又是谁和万里皇帝合葬的呢 让我们一起跟随南开大学的刘毅教授 走进陈列在大地上的文化遗产 从灵寝的视角管窥明朝帝王的传奇人生 敬请关注大明地灵第十一集 考古时政 唯定灵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明十三灵当中的定灵 定灵的墓主叫朱义军 是明朝的第十三个皇帝 他死了以后呢 明朝政府啊给他加上一个庙号叫神宗 所以我们呢也把他叫做明神宗 定灵呢就是明神宗的灵墓 明神宗的年号叫万历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称他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朱义军啊 他是明墓宗的第三个儿子 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长兄 次兄都已经夭折了 所以他成为实际上的长子 龙庆二年 万历皇帝六岁的时候 被立为皇太子 到了龙庆六年 明墓宗驾崩 皇太子呢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皇帝 改元万历 开始了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统治 万历皇帝啊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的前十年 在朝廷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大臣 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主政一外 万历皇帝的生母 李太后 在宫内 对万历皇帝 培养和教育 要求得非常严格 所以啊 万历的前十年 在历史上号称万历之治 到了万历十年的六月 大学士张居正 故去了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位的时候 做了很多事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一条边法 他崇尚的治国理念 是综合名识 对皇帝的要求 也很严格 因为他本身也是皇帝的老师 所以张居正死了以后呢 万历皇帝 被压抑已久的个性 就得到了释放 按照我们过去的算法 到了万历十年 皇帝已经二十岁了 李太后呢 也不再 对他有过多的干预 在这个背景下 万历皇帝的这个个性 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发挥 但是呢 万历的后三十八年 却是朝政日非 万历皇帝对于朝政 也是越来越不感兴趣 到了万历二十年以后 万历皇帝啊 索性躲在宫里 基本不再接见大臣 那大家可以说说 这个朝廷皇帝不理政 不就乱了吗 明朝呢 确实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 但是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体制 导致他的政府 还在继续维持运转 就是他的内阁制 皇帝呢 通过批达奏章 当然也可能 他是通过太监 或者其他人 替他批达奏章 传递给内阁 通过这个 来维持政府的运转 有些官员啊 到了退休年龄 申请退休 皇帝也不批准 有的人甚至于 多次提出来退休 皇帝不批 那么结果呢 自己挂官而去 所以万历的后三十多年 那么朝政呢 处在这么一个状态 万历皇帝的家庭啊 是这样 他是万历六年二月大婚 皇后姓王 是浙江人 王皇后啊 很贤德 对两宫皇太后 就是万历皇帝的 嫡母陈太后 还有她的生母 李太后 都非常的孝敬 但是很遗憾呢 就是王皇后 没有能够生育皇子 给万历皇帝 生下第一个儿子的 是一个普通的宫女 万历九年的冬天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遇到了一位宫女 然后皇帝呢 就临性了她 也刚好 因此 这位宫女就怀了孕 这位宫女啊 姓王 我们呢 就把她叫做王宫人 王宫人 怀有了身孕 李太后发现以后呢 有一次就把万历皇帝找来 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不承认 那么后来呢 太后呢 叫太监 拿出来内起居住 给皇帝看 那么皇帝不得不承认了 这个内起居住 是专门记录 皇帝朝姓妃嫔的 一个文字记录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万历皇帝的心里 对这位王宫人 多少有一些个 鄙视 瞧不起 那么李太后呢 就劝她 说呀 她虽然只是一个宫女 但是呢 她怀了孩子 那么如果 生的是个男孩 是我们宗社之福 也就是国家之福 而且说我年长了 我已经年老了 还没有见到孙子 在这个背景下 那么万历皇帝呢 把王宫人封为妃 王宫妃生下了皇长子 命名为朱长骆 后来呢 王宫妃又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然这个公主呢 就夭折了 没有长成 尽管 生下了一儿一女 但是啊 王宫妃呢 并不被皇帝待见 在皇宫里边 万历皇帝最宠幸的 是一位郑氏女子 那么郑氏呢 一进宫 就是淑平 按说这个时候呢 她的地位 是比皇长子的生母 王宫妃 是要低的 但是郑氏呢 很得皇帝 欢心 她也能够出通文字 很快 她在宫里的地位 就超过了王宫妃 她入宫的第二年 就禁卫得妃 大家知道 这个得妃呢 实际上和公妃 是一个等级的 又过了一年 因为给万历皇帝 生下了一位女儿 又禁卫为贵妃 那么到这个时候 她的实际的 在宫里的地位 已经超过了 皇长子的生母 后来万历十四年的正月 她生下了万历皇帝的 第三个儿子 朱长荀 那么就更得皇帝喜爱 被封为皇贵妃 皇贵妃在宫里的地位 非常高 是仅次于皇后 这里边蕴含着 一个什么问题呢 蕴含着明朝的继承制 按照朱元璋 也就是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的规定 明朝的皇位继承 应该是实行嫡长制 所谓嫡长 就是皇后生的长子 如果没有嫡长子 那么由其他嫡子继承 也就是皇后生的儿子 那么如果皇后 没有生养怎么办 按照一个传统的规则 叫做无嫡立长 没有嫡子 那么你就立这个树长子 就是其他妃嫔生的长子 就应该是 王公妃所生的朱长洛 但是万历皇帝呢 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这样呢 立储之势就一直在拖着 一直拖到了万历 二十九年的八月 神尊皇帝啊 才勉强答应 立皇长子为太子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 皇长子朱长洛 正式被立约皇太子 但是事情呢 并没有因为 太子的设立而结束 郑贵妃和他周围的一些人 包括外戚 一直在设法 劝说皇帝 废掉太子 改立皇三子朱长洛为太子 这个内庭事件 也牵扯了很多大臣进来 加剧了万历朝政的混乱 万历四十八年的七月二十一 万历皇帝啊 兵故了 当年的十月 他和他的皇后王室 还有四皇帝 也就是原来那个皇太子 朱长洛的生母 就是王公妃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被追尊为皇太后 那么三个人呢 一起葬无定灵 这个呢 是公元一六二零年的事 就是万历四十八年 我们中国的纪元 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十月 古人誓死如生 帝王们尤其重视灵墓的修建 梦想在死后 仍然能享受生前的尊崇地位 和荣华富贵 万历皇帝从二十岁时 就开始规划修造灵墓 但即便如此 因为各种原因 定灵的修建过程 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 三百三十多年后 这座尘封已久的灵墓 被考古队打开了 定灵的发现和发掘过程 是怎样的 墓道的设计和修建 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三百三十多年以后 定灵被打开了 这就是定灵的考古发掘 这是我们中国 很少有的一次主动的 对皇帝灵墓的发掘 而且所发掘的 也是一座保存完整的皇帝灵墓 这件事最初提出 是一个冥史专家叫吴涵 吴涵为什么要提出来 发掘冥陵呢 当时他的目的 是要发掘冥城组的长陵 他认为 冥城组的长陵规模宏大 里边的随葬品 一定会很丰厚 保护齐呢 也许还能出一套 完整的游乐大典 很可能通过长陵的发掘 丰富名史的研究 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 考古队呢 曾经想过 找一个比较小的陵墓 进行视觉 不是发掘 是视觉 为什么视觉呢 就是积累了经验以后 再发掘长陵 当时一开始考虑的 这个视觉对象啊 并不是定灵 是哪呢 是这个长陵旁边 长陵西边 人宗的县令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定灵宝城 也就是围绕着 这个皇帝的那个风土 我们民间叫坟头 他的东南部 他因为他是拿墙圈起来的 他的东南部呢 有一段这个墙啊 因为下雨 出现了这个塌陷 露出来里面有券门 这个券门 后来我们知道 他就是通向皇帝 墓宝的墓道的开端 所以这个券门非常重要 定灵啊 在十三陵当中 规模呢排第三 仅次于长陵 和他对面的永陵 而且定灵的修造呢 也带有特殊性 我们知道 明朝皇帝的这个皇陵啊 他的修建时间 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定 定灵的修建 是万历十二年的十一月 一开始提议 修灵墓 包括玄旨 是在万历十一年 这个时候万历皇帝 刚刚过了二十岁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万历十二年的十一月 定灵的工程 开工 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灵墓啊 非常重视 很多事都直接过问 《明神宗实录》里啊 专门讲到 说他是 钦定寿宫式样杖尺 什么叫钦定寿宫式样杖尺啊 就是说 他自己 确定 他那个墓的 样子和大小 这时候他自己确定 除了这关书以外 当时还有一些个 参与修灵的大臣的记录 也都讲到了这一点 就是万历皇帝对他灵墓非常重视 样子 大小 都是他下的命令 那么定灵 照着谁修呢 他要照着世宗的永灵来修 就是神宗的祖父 我们前面讲过 永灵在天寿山的东义 杨翠陵 这个明乎要里有一段记载 中官是第一 预防永灵制 就是他派太监啊 跟主持修灵大臣去说 说皇上的意思啊 要仿照永灵 为什么要仿照永灵呢 因为永灵的规模 在十三灵当中 仅次于成祖的长灵 我们知道成祖的长灵规模最大 但是他以后 紧接着就是仁宗 宣宗 那么这两代皇帝陵墓的规模都小 以后列帝呢 基本都延续了这个制度 规模都不是很大 永灵把皇陵的规制扩大了 那么到万历皇帝修灵的时候呢 他不愿意照着其他灵物来修 而要防永灵 当时啊 有些大臣还说 说你这个 这样恐怕不合适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昭灵在望 过之恐心非所安 昭灵是谁啊 昭灵是万历皇帝的父亲 两个人紧挨着 这天寿山的西医有两座山 一座呢 叫大玉山 一座叫小玉山 沐宗的昭灵就在大玉山下 这个山的左翼是小玉山 后来在这儿建定陵 当然也改名了 也叫大玉山 所以两个大玉山 是吧 因为皇帝不能用小啊 大玉山 但是因为毕竟 他这个皇陵修建啊 他要受到山水的这个限制 所以他比永灵的规模呢 小了一点 因为他这个山水的戒指啊 比永灵的范围要小一点 所以他呢 比永灵略小 但是基本的规制 跟永灵一样 也是内外两重工程 他中轴县上的主要建筑呢 包括外城的城门 也叫城门 内城的城门 叫宫门 然后呢 还有中门 叫在明朝叫灵恩门 还有响殿 叫灵恩殿 在灵恩殿后呢 就是二柱牌楼门 在后面就是十几宴 最后就是明楼 宝顶 宝顶就是皇帝的这个坟头 我们看到这个图呢 就是定陵 你看它是跟其他皇陵不一样 它有一道重城 现在啊 这个神宗的定陵呢 这道外城已经没有了 但是还可以看出来遗迹 特别是重门的遗迹 就是最外一道宫门的遗迹 还非常清楚 内城呢 还基本保存蛮好 因为它的这个规模很大 特别是 它这种定陵的这个宝城啊 它那个劝门呢 我们还讲 它是开在侧面 它不是开在明楼下面 所以填图很厚 万里皇帝修灵的时候 这个朝廷的这个 经济状况还很好 等到他落葬 因为他三十多年的戴政 明朝啊 已经走下坡路了 以至于呢 皇陵最后的工程 出现了拖沓 这个就包括皇陵的填土 就是他那个宝城里面 要填土填得很厚 工程量很大 这时候呢 有大臣就提出 说能不能少填一点 但是当时在位的皇帝 就是喜宗 也就是神宗皇帝的长孙 他不同意 他特别给公布降旨 定陵宝鼎规制 乃皇祖亲定 说定陵宝鼎的这个规制 填多少土 因为它多大多高 都是万里皇帝自己定的 你多高就先要填多少土 是吧 他说这些的都是皇祖亲定 都是当年神宗皇帝自己定的 是吧 朕念在天之灵 何忍言简 说我念这个 祖父在天之灵 怎么能忍心说 把它减少填土呢 不能减 着照永灵仗尺赔助 按照永灵的尺寸去赔助 不能减 说该部每称缺乏 其银四镇凑几 仍坐宿并宫 误得借口其银 就是 你不是没钱吗 想办法凑钱 不能拿这个做借口 仍然要按照永灵制度来赔助 所以我们就说呢 这个万历皇帝的这个林墨 应该在当时来讲 它的规模也是超于常态的 关于皇陵啊 历代有很多这个传说 那么首先一个就是说 这个皇陵 皇陵里面有很多防盗设施 说的神乎其神 什么有暗河呀 飞刀啊 那么经过定陵的发掘呢 证明这些个都是不经之谈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皇陵他有没有防盗设施 当然有 当然有 就定陵而言 有哪些个呢 首先一个它是深埋 牧室在地下很深 这个就不利于盗绝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定陵的木道也很讲究 它并不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直接挖下去 而是刚才我们讲了 它在这个宝城的东南侧 这个木道是弯的 先是一道砖木道 这个和木室的中轴线垂直的 然后呢 在木室的前面 再修一条石木道 这个和木室的中轴线是一致的 所以它木道呢 是拐了一个弯 而且特别注意 这两个木道 就是砖木道和石木道 并不是相接的 中间是断开的 这个木道呢 没有没有相连 如果你要是按照木道 这样挖下去 按照木道 去这个发掘的话呢 很可能就找不到真木所在了 那么结果经过钻探呢 发现正对着这个玄宫的前面 有一道 有一条石木道 就是木道不相接 其实也是一种防盗设施 另外呢 就是在玄宫的前面 有一道很坚固的城墙 是这个条石围基 上面是大砖砌的 其实呢 就是我们一般 把它叫做封门墙 在这个木室的前面 建一道墙 把墓室封死 就是墓主下葬以后 把墓室封死 这道墙呢 叫金刚墙 你怎么知道 你说这个为什么叫金刚墙呢 是因为考古发掘的时候 在这个木道里面 发现了一个小石碑 这个小石碑呢 是一个指路石 它指呢 就是说从这个石碑 然后到这个金刚墙 有多远多远 是这么一个小石碑 那个小石碑上讲的 叫金刚墙 也就是皇陵的这个封门墙呢 它正式的名称 应该叫金刚墙 那么过了金刚墙 就是非常神秘的皇帝的墓室了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万里皇帝啊 是1620年 我们就历 十月初三下葬 那么这个到了 1956年开始发掘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埋藏了 330多年这套玄宫 又重见天日 定灵规模宏大 结构完备 充分体现了古代帝王 对死后世界的重视 万里皇帝神秘的墓室 就在封筑墓门的金刚墙后 也叫做玄宫 定灵的玄宫 一共由五座殿宇构成 这些殿宇间的结构和关系 不仅反映了明代的丧葬文化 也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制度 和宗法礼俗 那么根据明代皇室的丧葬制度 都有哪些皇室成员 能够葬入定灵 墓室的结构 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万里皇帝的玄宫啊 由前 中 后 三个主使 和左右两个配使组成 一共是五使 规模很大 规模大到多少呢 就是它整个牧室内的总面积 就是墙内的镂空面积 是1195平方米 这个面积很大 是吧 它的这个前后垫 通常是87米多 东西最宽的地方呢 是47米多 这个就是这个定灵的平面图 我们看 就是说进了隧道圈 金刚墙后面就是隧道圈 隧道圈后面呢 紧跟着就是前垫 中垫 后垫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 因为下雨 墙体塌陷 露出来的那个圈门 这个圈门呢 实际上是就是墓道的开端 当年呢 就是因为外面的墙体 有一点塌陷 通过那个塌陷的那个孔啊 看到了这个圈门 所以才发现了定灵的这个墓道 但并不是每个墓室里面 都有这个 都有东西 它的前室基本就是空的 中室的后半部分 放着三幅宝座 和供给品 大家看这个就是金刚墙 它上面有一个人字形的一个开口 是吧 这是这样 就是当年修好墓室以后啊 因为皇帝还没死 就要把这个墓室先封闭起来 皇帝下葬 下葬以后呢 按原来的位置把这砖再放回去 放回去 他当时是祭死的 但是呢 因为内外压力不均 所以呢 在这个发掘的时候就发现呢 这个金刚墙上面 有一个人字形的开口 因为外面这个墓道里填土的压力 有一个开口 把这个砖拿下来 后面就是墓室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后面的这个圈洞 以及后面的这个石门 它整个定灵 整个的这个墓室啊 全部是用清白石器的 拱圈结构 五个墓室 然后每个墓室呢 都有这个一对石门 而且还有门楼 雕刻都很精致 他的这个前石里边 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 中石的后半部 有三个宝座和三副供器 正中那个 就是万历皇帝的宝座 前面供着一副这个流利武功 还有一个青花的万年灯 我们也叫长明灯 当时呢 下葬的时候是点着的 然后万历皇帝的左手 这个是孝端皇后 就是他的原配 我们讲万历六年 二月大婚的那位王皇后 他的这个神座 万历皇帝右手 稍微远一点 是皇太子生母 王公妃 这个时候是孝敬皇太后 他的这个神座 宗室的后部 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它是这个石门 是吧 那么石门以礼呢 就是后殿 或者叫后室 后室呢 在定灵当中规模最大 这个就是皇帝皇后 官国所在 后室正中偏后 有一个官床 用汉白玉器的 皇帝的官材 就落在这个官床的正中 在官床正中 也就是皇帝官的下面 有一个金井 这里边啊 就是我们知道 皇帝陵木都要经过 这个慎重的选择 是吧 那么他那个 集学 集点在哪 就在皇帝的官下 这个地方呢 圆山土是要保留的 将来皇帝的棺材 就坐在这个上面 我们知道就是定灵呢 他除了三个主殿以外 前中后三个主殿以外 还有两个配殿 左右各有一个配殿 就是这张图上的 上面的左配殿 下面的右配殿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就有些人嘛 这个记录给万里皇帝 修陵木的这个历史 是吧 所以有说法讲什么呢 说当时啊 因为这个皇帝皇后呢 应该是分葬 皇帝呢 葬在这个后石里面 然后皇后呢 和这个四皇帝的生母啊 应该分别葬在左右配殿 那么这个记载呢 应该说是不准确的 大量的明代的官方记载 都指向 皇帝皇后 四皇帝的本生母 都应该葬在地宫的后殿 也就是主使 配殿呢 其实在一开始 它也是用于葬嫔妃的 只不过后来呢 因为皇室 丧葬制度的变化 后面呢 气质不用了 皇帝皇后 四皇帝的本生母 都葬在后殿 配殿是葬嫔妃的 这个在万历朝啊 有一条很重要的史料 可以得到 直接的证明 那么万历二十五年三月 万历皇帝的敬妃病故 皇帝呢 下了一个命令 说这个敬妃啊 李氏 说李氏这个病故了 那么他死了以后怎么办 他要下葬是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就是 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万历十八年的时候 定灵已经修好了 寿宫 他当时不叫定灵 叫寿宫 所以万历皇帝下令呢 说让李飞啊 葬寿宫幼穴 什么叫寿宫幼穴 根据定灵的这个平面 我们知道 所谓寿宫幼穴呢 也就是寿宫的幼配殿 我们知道在明朝啊 是这样 他以忠为贵 然后呢 就是以本人 以他这个皇帝本人定位 左配殿呢 地位要高于幼配殿 这个当然万历皇帝 他是怎么想的 我们没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只是 只能是一种这个揣测 那么很可能呢 他要把左配殿 留给他宠爱的 郑贵妃 但是呢 当时大臣们不同意 说这个 黄飞啊 这个李氏啊 不能葬右配殿 那么当时呢 大学士张卫和沈一贯 就给皇帝 上了一道奏书 那么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 陈等再三商量 玄堂之旁 制射左右侧穴 推圆出翼 或者以待各飞 但从来未经赴藏 臣相不敢轻易 说你这个地宫旁边啊 有左右配使 按照道理来讲呢 应该是藏妃子的 但是从来没有藏妃之力 所以我们不敢负义 就是不同意 那么这段话 记载在哪呢 在万历起居住里面 这个起居住 是记载皇帝言行的 这个史料 所以这段话呢 在起居住里面 就是万历朝的史料 明白证实了 地宫的左右学 也就是那个配殿 不是藏皇后的 也不是藏皇帝本生母 也不是皇太后的 是藏什么人呢 藏妃嫔的 那么为什么 张卫沈一贯说 从来未经赴藏 臣下不敢轻易呢 因为到他们这个时候 已经不知道 左右配殿是干什么的了 左右配殿是干什么的 是藏妃嫔的 但是呢 不是正常死亡的妃嫔 我们知道 从明初开始 一直到天顺八年 英宗移昭 为止 这期间 明朝皇室 是有人寻的 就是皇帝 王爷死了以后 一部分妃嫔 是要寻葬的 寻葬的 这批妃嫔在哪 就葬在左右配殿 或者是左右配尸里面 好 这是我们讲这个定灵 它的这个平面 和它的功能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定灵 既然是前中后左右五个墓室 它象征什么呢 关于皇陵 玄宫 象征什么 明世宗 就是嘉靖皇帝 曾经有一个说法 我们知道 神宗定灵 是仿 仿这个永灵的 是吧 那么他怎么说的呢 当年修建永灵的时候 明世宗曾经对大臣们说 其享殿 以砖石为之 地中宫殿器物等 旧房九重法宫为之 功力甚聚 此节虚文 且空洞不实 一切离去不用 这段话呢 是记在了 明世宗实录里的 也就是说 地中宫殿 就是地宫 是房九重法宫制度 我们总说 天子身居九重 是吧 九重法宫是什么样呢 九重法宫 如果我们从四面来理解 它至少可以有三种形式 横牌 九个牧师 也是九宫 纵列 九个牧师 也是九宫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横三纵三 我们知道 明朝皇陵呢 应该是照着这个 明堂九世来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呢 它是上南下北 上南下北 也就是上前下后 从往前走 我们看一下 定陵的五个牧师 定陵的前史呢 相当于明堂太庙 中史相当于太庙太史 后史相当于玄堂太庙 它的左右两个配史 分别相当于清阳太庙 和总章太庙 省略了什么呢 省略了四个角的那四个个式 明代皇陵呢 它规模应该说都比较大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定陵啊 它这个前后长是87米多 东西最宽是47米多 南京明孝陵 经过测试 发现啊 大概牧师的范围 前后90米 东西50米 就是这个范围怎么样 跟定陵差不多 那么其他的皇陵 就是早期的 特别是明代早期的皇陵 是不是有可能是九始 那么这种可能性 应该说也是存在的 好 这是这个皇陵平变的象征意义 万历皇帝生前 地位尊崇 富有四海 死后也将无数珍宝 带入地下作为陪葬 随着考古人员对定陵的发觉 这些种类繁多 精美绝伦的陪葬品 也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包括牧主人的生活器具 衣帽服饰 仪仗模型等 难能可贵的是 有许多珍贵的丝织品和服饰 都得以保留了下来 尘封三百多年后 这些举世瞩目的精美文物 都有哪些研究价值 受限于时代环境和技术条件 还有一些文物 没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样的遗憾也提醒人们 要更加精心地呵护 地下埋藏的各种文物 我们刚才说了 定灵是比较少见的 主动发觉的 而且发觉是保存完整的 帝王陵墓 定灵当中 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 也就是说当时发觉的时候 所建造的场景 就是当年万历皇帝 下葬时代的场景 它的随葬品 主要集中在后史 在后史的正中偏后 有一个官床 汗白玉气的 虚弥座式的 这官床的正中 放着万历皇帝的 官和重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正中 它是两层官 里面有个官 外面还有一个赵官 有人把它叫做果 其实应该叫 准确的名称 应该叫重官 它的两侧 一边是皇后 一边是四皇帝的本圣母 在这个官果之间 以及官果的两侧 一共有26个木箱 这个木箱里面 放着随葬品 另外呢 在这个后史的 其他地方 还有一些个 模型名气 就是模型 仪仗 包括这个 勇啊 还有这个皇帝的车落 仪仗 不是真的 仪仗 除了木勇 还有一部分 这个私质品 出土的时候 有毁坏以外 定灵的大部分随葬品 在发掘的时候 都保留了下来 那么经过清点啊 定灵的出土物呢 一共是2648件套 有的那一件 就是好几件 它是一套 是吧 2648件套 其中包括这个 金 银 玉 私质品 各种各样 什么都有 包括生活用器 也有一些个 是专门用于随葬 那么在所有 这些随葬品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服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明朝的服饰 能够保留到 今天的非常少 那么定灵呢 在50年代 恰恰出土了一批 官服 比如说 这件 就是一件 金丝编的官 用很细的金丝编的 然后上面呢 盘着两条金笼 这个并不是 直接带的 它外面呢 应该还有一层 这个黑纱 乌纱 这个帽子 它的这个学名叫 义善官 义善官 女义的义 这个善良的善 义善官 这个上面有两个帽刺 皇帝和这个王爷的刺 是朝上的 官员呢 是在两侧的 都叫这个义善官 正常的这个义善官啊 是应该用这个 用这个系的竹子丝 编成的 然后外面再照乌纱 官吏皇帝呢 很讲究 他这个官呢 是用金丝编成的 外面再照乌纱 大家觉得可能 这个金很重是吧 这个官戴在脑袋上 会不会很重啊 呃 其实并不重 因为他的工艺很讲究 他是用金丝啊 拉的很细的金丝编的 另外呢 定领里还出土过一件 滚服 按照文献记载啊 皇帝的滚服啊 应该是上下分的 上面是悬色的 就是接近于黑色 下面是黄色的 然后绣十二张纹 但是定领出土 这件滚服呢 是上下一体的 都是黄的 是一个袍服 上面也绣着十二张纹 左间日 右间月啊 那么这件滚服 和我们看到的 故宫南勋殿收藏的 明朝皇帝的这个画像 是吻合的 就是明朝皇帝啊 后来这个画像 都是穿着这种 袍服式的滚服 然后带着衣扇冠 所以定领出土的 这个衣冠 服饰 还有大量的私制品呢 应该说呢 对于这个研究明代的 冠服制度 研究明代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 这个物质文化 应该说提供了 非常宝贵的资料 受限于当时的 这个技术保护条件 以及后来的 一些特殊情况 定领当中的 一些出土物 没有能够都完整的 保留下来 比如说 一些个木制品 就是蛹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遗仗 还有一些私制品 没有能够都完整的 保留下来 这个呢 也是一个遗憾 鉴于这一教训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 中国文物考古界 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不再主动发掘 皇陵等大型陵墓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各位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 谢谢大家